都说了一个公文 这个公文真的字不其短吗 那个公文讲 因为他本来说我要展现我的实力 展现我的实力 我要搞朝野协商 然后我要来主导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要听我们民众党 我们民众党有绝对的主导权利 其实我今天很急着 发了这个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通知的最速箭 可是关键是 竟然会议主持人 是黄国昌 搞了半天 没人理他 白哥我先讲 民众党我一直给他们的评价 就是废人废票做废事 但没想到对于这种党 我还可以感到失望 我今天对他们失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演戏都不会 他们唯一擅长的演戏 都搞不清楚状况 来今天是为什么 民众党我先讲 为什么是废人废票做废事情 黄国昌被柯建民戏耍了 这整只戏真的 核心概念在哪里 早上的时候民众党说 我要提出议案 提出议案说 我们要赶快加开议会 听起来没毛病对不对 但偏偏菜鸟就是会犯错 他们犯了什么错 忘记讲说要进入朝野协商 结果被柯建民逮到了 柯建民多聪明 马上趁民众拿一个不注意说 我们民进党赶快补充说 好我们要朝野协商 可是不好意思 我们日期定在哪里 23号 所以等于是韓国瑜有没有宣读 韓国瑜把这个念完了嘛 那一事不二审了嘛 等于说我们已经拍板定调 23号要朝野协商 要朝野协商23号的议会 所以今天黄国昌这个朝野协商之后 自己来当主席 对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搞砸了嘛 所以下午黄山战很紧张嘛 说二这个我们民众党团要求 赶快召集朝野协商 针对所谓的加开会议 来进行这个讨论 就保险哥你知道柯建民说他们是什么吗 哦你这个卫照文书哦 卫照文书 说你们这些家伙 会变什么把戏 我都找到清清楚楚了 为什么卫照文书 所以黄国昌被柯建民压着打 不是 戏耍 当猴子耍 他早上的时候就已经预判你的预判 柯建民下午的时候就知道 你黄国昌绝对会耍猴戏 我都已经给你搞完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定调 在23号要进入朝野协商 保险哥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件事情开两场朝朝野协商 当然没有 那不可能嘛 再第二件事情 当初朝野协商破局的时候 讨论的是什么议案 就是家开会议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要再讨论 保险哥按照意思规则 你知道怎么样吗 冷冻一个月 黄国昌根本搞不懂啊 我讲老板你听懂了没 所以今天就出现这块片 黄国昌当主席 结果今天只有胡春晨在干事上 另外 今天还算 我想洪梦凯还是在捧场去 不然 乱虚蜜 洪梦凯算是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黄国昌开这场会 各位我刚刚还很无聊 特别去看直播 有25分钟 这叫常与协商 不是这叫国昌协商 国昌个人秀 国昌私背秀 不是你 黄珊珊都不陪你玩 保险讲到重点了 你破误了 黄珊珊都不陪你玩 我敢被你破误了 为什么黄珊珊不去 因为从头到尾 这黄国昌一个人闹的大戏码 他把民众党给害惨了 各位不要忘记 当初时代厉害 后来变什么 国运昌龙党 为什么 全部都给你黄国昌一个人作秀 黄国昌一个人打五个 这是真的啊 这一点黄珊珊都不捧场嘛 吴春城那个家伙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说有镜头有舞台 我也来看一看 任公刚太荣年新大运 他可怕又跟洪梦凯 讲同一句话 所以洪梦凯为什么要去 他至少不要跟你找话讲嘛 我能坐在这边 你知道现在民众党网军在刷什么吗 刷一排说民进党好可恶哦 民进党阻挠这个食安报告 食安钻报很重要耶 开始用罐头饰去洗这件事情 这是他的目的嘛 所以王孟凯做这个叫做防火墙 说我去硬呼 硬呼硬呼啦 对 但是现在呢 王国昌也好 这个民众党还在盼望一件事情 说什么 哎 保抵哥我讲白了 今天我们刚才讲这个叫 朝野协商的戏 那请问一下 早上的戏这是谁闹出来的 这舞台谁打造的不要搞错哦 也是民众党弄出来的啊 为什么会有早上那场蓝绿大秀 为什么会有黄杰跟徐晓星对打 因为陶冶协商是第一次你们先给他破局嘛 对啊 不然今天应该立行信要干什么事情 就食安报告 对今天应该食安报告对不对 那我后来今天看了老半天 我终于看懂了 为什么王国昌要当这个件事破局 哦因为他吵着要弄他 自己想要报告的事情 王国昌跟各位讲说 专案报告很重要 施政报告更重要 所以各位我们要施政报告 我听了陈静人念了老半天 什么AI啊 能源啊 讲的那边 你知道黄国昌第一个被询哦 第一个质询哦 他质询陈静人神你知道吗 被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完全没有相关 跟施政报告完全没有相关 所以看懂了吗 为什么黄山真信 他就是对黄国昌来讲 对外面都不重要 你演你的 你说你的说什么 我要的是 我要的是我的舞台 对嘛 所以现在为什么连柯文哲 都要跟他抢美光灯 因为柯文哲嗅嗅味道 不对哦 再下去我们要变成这个 国运民众党哦 国运昌隆党哦 被他侵炸了嘛 因为黄国昌从头到尾做这整场大戏 之与民众党没有任何好处 但你知道为什么黄珊珊也好 民众党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吗 因为他们也搞不懂 他们都外行 大外行 一堆草包 根本都不知道黄国昌在干嘛 黄国昌说我跟你讲 我们要这样弄这样弄这样弄 黄珊珊在旁边点头 不要忘记哦 当时韩国瑜还特别说 诶 珊珊 诶 这个村臣 诶 你们都不讲话 要不要讲话 结果黄珊珊说什么 诶 完全讲不出话 讲不出话啦 就随便讲几句 人马虎眼说 诶 我们朝野要和谐啊 讲什么 讲废话 所以你就知道 少了黄国昌民众党什么都不是 但有了黄国昌民众党 还是什么都不是 现在对柯文哲来讲 家世国下天下世 世事担心毛 还有黄国昌今天那个朝野协商 真的很糗吗 不 宝莱哥 通常如果真的有这种 值得珍惜的人才 爱这样持续的话 至少会做一个动作是什么 未留吗 但你今天看柯文哲讲话 其实透露出玄机了嘛 柯文哲的意思是什么 去台中还是松信 这就要是废话你知道吗 杨宝珍在松信拿多少票 一万两千多 一万两千票嘛 所以照常理来讲 正常逻辑来讲 杨宝珍的身世 有没有比当年还高 当然比高 而且他最后一个代行金是一万五千多 两个人只差三千多票 对嘛 所以选区有一个连续性跟经营的概念嘛 杨宝珍就算头壳撞到 他也是会留在松信玄嘛 这没有这个可能 没有台中这个选项嘛 所以多出来台中这个选项代表什么事情 有人跟柯文哲讲 咬耳朵 跟柯文哲讲说 没有啦 那个杨宝珍他要去台中 但他原话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嘛 原话不会说是杨宝珍要去台中嘛 原话会绝对是杨宝珍现在跟蔡壁炉 咬耳朵了嘛 只有这种可能性嘛 各位 那跟蔡壁炉咬耳朵有什么概念 也就是柯文哲突然讲说他要去台中选就太耐人寻味了 等于说他选边战了嘛 我问一下 现在民众党有哪两边可以战 一个就是最没有人气打入人工的蔡壁炉边嘛 陈王会边嘛 那些地方战将在拼的边嘛 对不对 那这些边是什么 改革派 改革派跟柯文哲讲说什么 柯文哲你千万不要再听你身边的那些话 否则民众党会泡沫会变清兵党话 那对立面是谁 母解惠 那当然是谁跟柯文哲讲这段话 不知道 绝对最有可能就母解惠嘛 我没有说母解惠是谁 母解惠各位自己去定义好不好 所以显然现在 为什么对于杨宝珍 柯文哲 丝毫没有一点万流 一点万习之情 在他眼里面杨宝珍已经叛变了嘛 杨宝珍变成是柯文哲严重叛徒了嘛 跟蔡壁卤就站在一起不同边嘛 但我各位你不要误会喔 杨宝珍真的是蔡壁卤那边的吗 不是吗 不是 杨宝珍其实不是蔡壁卤那边的 杨宝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只是跟蔡壁卤同一个提示进来 所以各位仔细听我先前的论述 他是救民重党 所以今天杨宝珍喔 他来到这边为什么说你仔细看喔 脸书底下一排贴文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陈志涵没有留言对不对 但有没有注意到重点 杨宝珍也没有去回这些人话 杨宝珍没有回这些人话 都没回 理论上以前各位 你如果去看民众党贴文喔 不然你去翻杨宝珍以前贴文好了 绝对是你一言我一句 这理善往来有礼貌嘛 所以今天都没回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跟你真的是已经走到决裂 餐没糕水没劳嘛 那现在最可怕的是 我没有给你做表面功夫了 那你知道杨宝珍真正气在哪里嘛 以前民众党党团喔 是最没人爱的 但是母姐会为什么现在要去找民众党团的开刀 为什么要去 可是我今天看到很多贴这张照片给我 当时杨宝珍还帮黄山珍化妆耶 杨宝珍是狼狼厚 就是说他跟蔡壁炉也不得罪 你看那个多亲密啊 你知道他眼中只有一个人是谁吗 他提到那个痛哭流涕的人 柯文哲 就只有柯文哲而已 杨宝珍是忠诚于柯文哲的人嘛 真的假的 他不碰派系政治的嘛 所以今天为什么让他失望自己 因为过去大家讲喔 选战期间以前要最好康的 整个竞选总部主委也给你黄珊珊 那你黄珊珊玩到挂掉之后呢 开始一个一个门幕去找 找到现在民众党有没有舞台 没有舞台 所以把矛头盯向哪里 盯到了原本没有人要的冷宫 立院党团 民众党党团嘛 以前我问各位 过去四年 有没有人讨论过民众党党团主任是谁 根本大家不在意嘛 所以对于杨宝珍而言 没有人要的东西 我积极经营 没有要的苦战场 我在那边当阿信 结果等到我好不容易 丑其目的 他还会化妆 当然会化妆嘛 宝宝是这个民众党 过去颜值第一担当 他是颜值第一担当 你把陈志涵放到哪里了 陈志涵是长辈 对我来讲他是长辈 志涵姐对不起 长辈 所以我说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陈志涵突然空降在他头上 他真正气的不是说母姐会霸凌他 真正气的是 柯文哲你怎么可以气我于不顾 柯文哲我一心忠心耿耿对于你 结果你如今给我什么样的下场 最后还送我一句 你好话休息 杨宝珍不是身体累了 他是对你柯文哲心很累了